但那一脱困的灾民呢 现在都在这战时的安置中心 在等待他们家属的消息 也包括这位才一岁半的黄小妹妹 当时呢 她是从高雄县桃园乡的建山村 那么跟着村民一起搭直升机被救了下来 但其实一家八口还有人受惠 因此在这个战时的安置中心呢 每一次一看到直升机要降落 尽管她今年才一岁半 那么可能是本人吧 她就会往着直升机那个方向冲 那么这个妹妹她被救出来的时候呢 她只有一个尿布跟这个奶粉 根本现在都不够了 所以只好让她跟着大人一样啃重子 这样的模样令人看了实在相当心疼 看到飞机有说她妈妈来了 看到直升机就往前跑 一岁半的黄妹妹刚刚从桃园乡 建山村被救了下来 只是一家还有八口在再去等待 第一天 第一天刚刚被救下来 没有 昨天 昨天被救下来 那她怎么吃东西你们都会拿给她吃 就吃光泉水啊 光泉水 那她有喝牛奶吗 她怎么办 喝牛奶啊 有啊 她有亲戚啦 就是同村的 我们都会团结会这个小孩都会帮忙她 家当就只有尿布这么一袋 原本该喝奶粉的年纪 黄妹妹跟着大人啃肉粽 小小灾民有什么吃什么 平常跟着阿公阿嬷住山上 阿公是村长还没脱困 妹妹一个人被救出来 好坚强 还没有呢 还没有 去帮忙找吗 真的很可怜 这个小妹妹 很坚强 她什么都不会哭 想喝水得起记者阿姨帮忙开 一岁半的她 或许还在想 爷爷奶奶什么时候可以坐着执政机来陪她玩 中日新闻 陈佑碧 蔡某真 SNG小组高雄报道